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之前我去日本玩了一个月 这部影片我想从一个相机使用者 还有科技爱好者的角度 分享我带了哪些配备 带这些配备当初的原因是什么 跟我想的一不一样 以及到了现场如果有一些小意外 当下是怎么解决的 以下就是我真实的经验 感受还有一些吐槽 本片感谢由Cyberghost VPN赞助播出 他们是业界领先的供应商 在全球拥有数百万用户 而Cyberghost VPN可以帮助我们变换IP的位置 我真的感受到VPN去对日本旅游 是很有帮助的 即便到现在我还是经常使用 例如去东京的三英吉普利的美术馆 它就要透过Lawson Tickets来买票 但是这个系统我推估它应该有档国外的IP 虽然你可以一路畅通的注册完 但真的到买票的时候 它就不会让你登录了死在最后一步 现在我实测过 连到Cyberghost VPN在日本的server 跳过去以后 就可以用自己的账号给自己买的 那其实不只是订票系统 例如我现在看日本的租房或买房的网站 有些网站它似乎也会有这样挡国外IP的机制 这会导致我在看几秒钟 接着到下一页它就会跳Aero的画面 Cyberghost VPN在世界各地都有伺服器 因此无论你身在何处 都可以享受自己喜欢的内容 除了支援跨平台系统 只要一次订阅 就可以同时保护最多器台设备 优惠方案我们就放在影片下方 大家如果要买VPN的话可以考虑看看 那首先就是相机 我使用的是平常开箱 我就在使用的Canon EOS R6 搭配了两颗镜头 那一方面是因为我希望行李轻点 所以我就没有带太多镜头 那另外一方面是 我不太喜欢频繁的更换镜头 而且大多数情况的确就是 Kit进行RF24-105都可以去涵盖到了 但当然我也为了拍摄一些电影场景 还有长焦的需求 因为我比较喜欢拍长焦的压缩感 所以我带了RF100-400 那我觉得Canon这一支RF100-400 真的就是便宜 而且重量很轻 而滤镜方面我使用的是STC的UV镜 此外我也带了一片 STC专门为RF系统开发的光害滤镜 它可以用于拍摄星空 我带这片滤镜主要的目的 就是因为我有几个拍摄夜景的机会 以及我要走灵压之旅 这部电影的圣地巡礼拍摄 那它有几个场景是可以拍星空的 所以我事前也调查过 灵压之旅其中的一个景点 在岩手县的宫古市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操场 操场旁边有一个停车场 停车场的对面就是电影中有出现的场景 我想用这个当作地景 还原电影当中的画面 目前听到这个经验 最多人的疑问是 所以那个门本身就在那边吗 跟电影一样吗 那不是 那门是后来出现的 是在电影之后 总之当初我在规划这个行程的时候 我也观察了一下附近 其实没有太多太近的光源 甚至一旁路上都是没有路灯的 我觉得这个在人为的光害上 就真的非常少 是一个非常适合拍星空的位置 而且连去公武的日期 我都特别选择了农历的月初 没有月亮出现的时间 这个是我最期待 而且准备最复杂的一个景点 但是实际到了现场以后发现 那边真的是人机寒志 从车站一路走过来几十分钟 都没有遇到任何人 偶尔只有一旁汽车飞奔而过 因为乡下可能车都开门快了 其实有点恐怖 走在旁边人行道的时候 车的风流是蛮明显的 最后其实我是没有用相机拍的 只有用手机拍 受惠于现在手机的计算摄影 真的是非常非常强 所以拍的还真的是 蛮像电影的那个感觉 反而是相机拍出来的不太像 不过这个都是可以后知取巧 只是手机它当下就给你一个 非常饱和的颜色 然后非常接近电影那个画面 其实是相当感动的 当下遇到的问题是一方面 一整天的路程其实非常非常疲倦的 然后回去的时间也有压力 因为如果我等一下错过公车或是列车 那回不到旅馆就搞笑了 附近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那我觉得要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待一个晚上吗 而且当天好像只有吃早餐 没有吃中餐 其实超饿的 最有压力的 还是附近完全没有人 这个真的是蛮可怕的 然后又有很多杂草空地 而且在晚上是完全没有灯光 拍星空的时候没有灯光是好事 但是当你一个人在那边的时候 是完全乌漆妈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了 是有点恐怖 那走在路上会担心 汽车会不会没有看到我 然后或是吓到就撞到我 或者是旁边突然冲出来一个野狗啊 野兽或是蛇就受伤了 所以该拍的有拍到 然后进入黑夜后一阵子 我就手一手离开了 没有用相机去拍到星空 真的是非常可惜啊 如果下次可以开车过去 或是有个人可以跟的话 其实互相有个照应是比较安全的 STC的这个滤镜是真的不错 我在台湾的时候有用过 那不过这次到日本 刚好就天时地利都不太适合 所以这个滤镜虽然它不中 就一小块而已 但是我真的一个月都没有用到耶 就等于白白带在身上晃了一个月这样子 另外这次也安排拍摄了 日本有名的三个夜景 就长崎、神户还有寒馆 第一个长崎到左山夜景 在出国前就发现 缆车公告它在年减 那如果是改搭公车上去 我发现也不太方便 所以出国前就临时改了行程 没有上山 第二个是神户的摩耶山的夜景 这个其实也跟令阿之旅是有关的 当天下午跟傍晚就陆陆续续 在一阵一阵的下雨 就预期晚上拍出来的效果不会很好 所以就没有上山临时改城去海边 第三个是北海道的寒管市的夜景 当天下午就有下一点点毛毛雨 地上都是水坑一滩一滩的 不过后来雨停到傍晚的时候就没有下雨了 所以我觉得好那独独运气我们就上山好了 那上山虽然没有下雨 但是雾气非常重 能见度非常低 只能看到10公尺以内的东西 在这个情况下就不要说是拍星空了 什么都看不到 对非常搞笑的 三个夜景都没有拍到 随身记录方面 我本来打算是用运动相机 不过大多运动相机的续航有限 那拍摄4K也会有过热的问题 而且如果我选择带运动相机 往往也就意味着除了相机以外 我还要再多准备一套电池的系统 当然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错的产品是可以使用的 不过我们办公室本来就有各家品牌 然后今年旗舰的Android手机 那其实未尝不是一个选择嘛 只要用手机固定夹就可以跟相机的配件通用 而续航力还有4K的效果也都会不错 所以我就选择了Samsung的Galaxy S23 和华硕的ZenFone 10带出国 那这两台手机都是今年Android的旗舰机 所以他们拍摄的效果其实都不错 实际拍摄成果除了前面刚刚那一张 那后面我可能再放几张 不过是会调过曝光还有角度 在画面中也会表示出来 那另外这次也发现 如果是拍摄第一人称视角的需求 其实在拍摄上 如何融入当下的环境 避免造成别人的侧目 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那这方面其实也不是说绝对好坏 这是一个经验的分享 ZenFone的保护壳 是用手机直接随附就有的那个保护壳 它是黑色的塑胶外壳 不过手感就比较普通 然后容易滑出去 包覆的区域也比较少 所以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装到荧幕或是机身 但是颜色倒是非常不错 因为它整个黑色的 拿在路上就比较不会被看到 比较不会被注目 另外ZenFone不错的就是 它侧边有指纹解锁 所以在操作上是非常方便的 从口袋拿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一键完成解锁 然后打开相机 或是它如果已经挂在身上的话 只要手指头上去摸一下 它就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就不用去做其他设定 接下来就只要按音量键 按开始录影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而ZenFone的保护壳 是需要额外加构的 这个大概1000多块钱 不过它的表面 轻浮的材质 手感是比较好的 而且也比较不容易手滑 但是当初选的橘色 是比较抢眼的 拿在路上录影的时候 就会非常招摇 对象的路人 就容易多看你几眼 我也觉得蛮不好意思的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下次会再去考量到的地方 所以两个互有优点 那则优来讲就是要选一个轻敷 然后暗色系的壳 然后包袱性好一点的 所以回到当初 我对这两只手机的想法定位 就是我想要这两只手机来干嘛 最主要就是用它们来做随身的录影 然后偶尔一点点拍摄一些超广角 我的相机这次的镜头只有带到F24 没有带到更广角的镜头 那就可以用手机来弥补这个差距 那所以呢 这个档案其实主要都是长时间的录影 单个档案都是好几GB 一天的档案都是到几十GB Samsung的S23 它本身就具备USB3的传输速度 也顺利支援我这次带的SSD 所以在整个后勤备份上是最顺畅的 而ZenFone 10它当然还是用USB-C 不过它用的也还是USB2.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印商 如果是传照片的话 速度当然是很够 但作为一只官方都主打 它有许多录影功能的手机 但是它却没有一个很高速 然后方便传影片大档案的方式 这个在备份影片的时候真的会很吐血 那好在我这次带的是 512GB最大容量的版本 所以这个旅途间虽然没有做到备份 但至少装量都还够用 我们同时也整理了一些 近年市面上Android手机 哪些是采用USB2.0 哪些是3.0的表格 给大家的参考 那也欢迎大家补充 我们尽量去把这个表格做得更详细 而另外两只手机 我是使用iPhone X和iPhone 11 Pro 就作为网路分享 还有看地图使用 其中iPhone X我使用的是 非买家的实体Sync卡的方案 然后它是30天10GB的流量 超过还是可以使用 它只是会降速而已 那实测极限大概在50MB以内 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下 表现都非常不错 那超过流量以后 速度大概是0.15到0.2MB 说实在这个速度真的 连用手机看Google Map都会有困难 就更不用说分享网路给电脑使用了 大概收发一下LINE的文字讯息还可以 但你可以明显感觉到 收发文字的时间会需要比较久 那图片影片花PTT还是可以啦 但是会变得非常非常困难 那超过流量以后 这一支就作为地图GPS的季度使用了 不过有趣的是 非买家这个产品 它可以穿梭在亚洲几个国家 那举例来说 如果是安排日韩两国的旅游 流量也不大的话 这个评项我觉得就非常适合 第四只手机iPhone 11 Pro 我则是使用库游卡的eSIM产品 这个是他们之后即将推出的产品 速度极限大概是30MB左右 普遍也都在20到30MB之间 不管是城市还是在乡下 表现都很好 那最重要的是 它是10天的吃到饱 所以我总共用了三组序号 相当于30天 那似乎每天使用超过一定的流量 那速度就会被限制在5MB 那不过具体这个门槛是多少 我是没有算出来的 那整体来讲 eSIM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直接通过信件 email就可以收到QR Code 省去实体SIM卡还要取件 然后取件的费用还有时间成本 也比较不用担心实体卡片不见的问题 不过实体SIM卡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飞机降落后就可以一边开始换SIM卡了 等到航下要过海关之前 就可以确保自己是有网路可以使用的 等一下过海关的时候 就可以用电脑叫出 Vizit Japan Web 也不用写纸本 此外像我这次带这么多手机 实体的SIM卡就可以让我自由的在 不同的装置间切换 我爱装哪一台就装哪一台 而非买家实体SIM卡的收件方式 还有收件的价格其实都蛮便宜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选择 而eSIM的QR Code在扫描的时候 该装置一定要连上网路的状态才可以启用 因此这只手机我之间连到机场的网路 才有办法启用酷油卡的eSIM 又或是我用到第11天的时候 因为前面10天第一组的方案已经过期了 就突然发现 手机没有网路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透过另外一只手机 开网路分享 或是用饭店的网路 扫描下一组QR Code 才可以继续使用 那对于操作手机非常熟练的人来说 我觉得换身体SIM卡的速度 有时候可能都还比扫QR Code还要快 那总之这两种方案 各有优缺点 大家都可以自己选择 那充电的部分 我带了J5 Creator的JUP44100 还有华硕的48W的Travel Charger 想说设备我还蛮多的 如果遇到不幸 要是坏掉其中一个 至少还有一个备用 不过看来是我想多了 都没坏掉 用到现在其实我发现 其实一颗JUP44100就可以了 倒不是说ASUS这颗不好 其实48W这颗重量非常轻 但刚好我带的设备 充电速度都蛮快的 那笔电它也可以做到 一进二出当充电器嘛 所以让我重新选择 我会只带JUP44100 如果你的装置充电速度没那么快 然后你又希望可以减轻 经理的负担 那或许对你来讲 48W这个比较适合 那对我来说 JFY这个就比较适合我 像是它有点包刮 它是用C8的线 那充电器要放哪里 就可以比较弹性 像我就比较不喜欢 那种街头跟身体 是合在一起的 这样有时候如果遇到 饭店它的插座是在墙上 或者是插在新干线的 那个把手上面 其实比较不方便 它可能会掉 缺点就是呢 JFY这颗真的重量有点重 它不是那个淡化夹的 所以如果可以分装行李 寄存在饭店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把它待在身上 这个真的重了不止一丁半点 那Canada ESR6的充电 我这次带的是两颗LP16NH 就是比较续航比较长的 那个规格的电池 基本上一天的用量 会落在一颗半 有的时候会用到 将近两颗会不够 但省着点用 其实都还没有用到 两颗完全没有电的状况 不过原厂的充电器 真的是非常占空间 所以我这次选了 CAMARA的双电池充电器 那又可以用USB充电 又可以一次充两颗 就不用半夜起来换电池 那你可能会想说 那个R6不是可以支援 用USB-C充电吗 而且J5那刻不是有两颗USB-C吗 是这样讲没有错 但是因为我现在带的设备太多了 四台手机又有笔电 五个装置了 所以我觉得 电池它既然是一个 充电速度比较慢的东西 那它还是去走USB-A 就可以了 不用去抢那个USB-C的位置 那个USB-C还是留给人家 吃天比较快的Android手机 还有笔电来使用 而线材方面 除了MacBook Air的USB-C的 MagSafe的充电线 我还带了一条 Apple原厂的USB-C to Lightning 还有一条Polywell的USB-C to Lightning 那用Polywell这一条主要是因为它短 它好收纳 所以短就不会打结 另外我也带了两个Thunderboard线 一长一短 还有Zotac Gaming的三合一的充电线 不过这个大家不用找 这个市面上应该找不到 因为他们应该没有在卖这个 至少是好几年前他们的赠品 但意外的品质还蛮不错的 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至少有三四年了 所有的线材卷一卷 就用Zotac把它们全部绑起来 就很整齐了 储存方面按照我以往出游的经验 我预估会排到1TB左右 最后其实还真的是排到1TB左右 所以我当时是期待了一颗 OWC Envoys Pro Electra 2TB 之前开箱的时候 这颗价格还要一万两千多 现在价格只要六千六 真的是 总之我原本的计划是 每天到住的地方 我就要开始备份 相机还有手机拍摄到的档案 但是实际到日本以后 我才发现 ZenFone 10跟这颗SSD会搭不起来 所以其他东西全部都有备份 但只有ZenFone是没有做到备份的 这次我带了三张UHS-II的记忆卡 两张Sandisk的 一张是Tingroup的 那RAW档我就存Sandisk JPEG我存Tingroup 读卡机我使用的是 J5 Creator的JCD375 它随附的一个SD UHS-II的读卡机 那我选这颗主要是为了小巧轻便 平常我也很爱用这颗 出去发现 它的优点就变成一个使用上的痛点 原因在于 当你使用这个读卡机 在MacBook Air上面的时候 它刚好会把隔壁的那个USB-C遮住 所以当我要备份记忆卡里面的资料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直接把记忆卡的资料 拉到外接的SSD里面 我必须先把记忆卡的资料 存进MacBook里面 然后拔掉读卡机 然后才办法接上SSD的备份出去 这个就多一个步骤 有点搞笑 下次我学聪明了 另外一部影片是日本的MSI 带我去逛东京的邱野园 也欢迎大家去看那部影片 如果想使用VPN的话 也可以优先考虑Cybergoats的VPN 那连结我们就放在影片下方 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